8月22日 中共央行公布最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一年期下调5个基点到3.65% 五年期下调15个基点到4.3% 这是今年第三次降息 加长此前央行降低手套房贷利率20个基点 手套房贷利率低到4.1% 低于2009年房贷利率打7折后的4.156% 上周五 中共总理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 提出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 住间部也指示政策性银行向烂尾楼盘提供专项借款 中共央行辖下的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召集8家房企举行座谈会 试图通过官方机构增加信心 为房企发债提供担保 中华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吴明泽认为 当局可能希望在二十大之前拆弹 避免停贷潮演变成金融风险 旅美经济学家李恒青质疑 中央政府没钱 中国31省上半年财政收支都是赤字 要拿什么去救市 我们要拿大健康之间 我们要拿大健康之间 李恒青认为 当老百姓不信任政府 中国经济整体下滑 尽管央行宣布降息救市 老百姓买房的意愿仍然偏向保守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林岑欣、刘芳采访报道